所以還是救災第一 但是救責的部分 我們當然也是不能夠輕輕放過 因為現在談到了行政責任 似乎也看到了中央 包括立委也都一直在指責 好像是說 高雄市長 陳菊應該要負起這個責任 包括我們剛剛新聞當中看到的 有所謂的幽靈管線 但是市府第一時間 原本是說他們查不到資料 但是在今天 我們看到陳菊公開出來道歉了 他也說這是橫向聯繫不足 你怎麼看 陳菊應該要負責行政責任部分 我們現在來看 就是說這件事情從一開始發生 其實我們不能夠怪說各方面 就是說我們不能怪說 大家有什麼政治的考量 或是政治的呼籲 或是什麼之類的 其實我們去看 其實從一開始就是 整個高雄市政府 他的操作這件事情 或說民進黨來操作這件事情 他就其實並不是從一個什麼 天然災害或是說意外災害的 危機處理來操作的方向 他就是以一個政治危機的處理 操作的模式來看 我們說第一點 就是說從一開始 他們其實就把責任完全撇清 我不知道終於記不記得 第一個晚上就是那個陳菊 他其實就已經把貓頭指向經濟部了 就是說這個東西 希望經濟部以後怎麼怎麼樣 就是說他其實已經撇清責任 因為確實實話業者也是 經濟部必須要管他 對 這是他第一個晚上 第一個晚上他基本上就已經定掉 他定掉了之後其實 基本上後來 接下來都是這樣走的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看到說 民進黨或是說 他們縣市首長 全部都站出來 立體撐局說 他處理得很好什麼之類的 然後至於說對於一些 就是可能是有一些 比較敏感性的議題 比如說什麼 那個管線跟襄韓誰先誰後 或者是說一些管線管理的問題 到底什麼時候掛在那裡 這些比較敏感的議題 就是市府的態度 就會變得比較曖昧 就是說我們現在救災為先 或是說我們都不知情 就是說其實我們簡單講 就四個字叫避重就輕 就是說市政府的確是有 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說我們今天看到 陳菊他 當然我們追究說 這個管線什麼時候埋的 或者是說這幾十年來誰管理 牽涉到好幾任市長 甚至於我們講說這個石化業 為什麼會在高雄 這個甚至可以牽涉到日據時代 就是說日本的南進政策的一個 為什麼要在高雄設石化業 因為他們當時的南進政策 就在那個地方 我們牽涉到這個 我覺得就是說牽涉到 可能要牽涉到甲午戰爭去了 這個部分可能就牽太遠了 但是我們比較務實的來看 就是說這個管線的問題 很簡單我們就是說 這個爆炸到底是誰來管的 就是這個管線是誰管的 是不是可以預防 或是說當下 不管說事前是不是可以預防 或是事情發生的當下 是不是可以預防 我們現在當然看 就是說李長榮可能跑不掉 因為那是他的管線 但另外一方面管理者是誰 管理者是高雄市政府 我們其實 我們在政治學上面 或是說政治上面的定義 就是一個政府 政府是延續的 儘管是有黨敗的不同 但是其實你就是 政府就是延續的 但是很不幸 現在是在選舉的期間 年底就要選舉了 其實我覺得高雄市政府 或是民進黨 現在看到 之前看到的一個東西就是 All or Nothing 就是說他一開始 他要把責任全部的撇清掉之後 他才可以說把這個 保住自己 對 保住他們選舉的最低 看起來是這樣子 但是這個運作的技巧 變成說到後來 事實越來越浮現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逃掉了 結果我們今天最後 壓垮他們最後一根稻草 就是說那個湘涵 湘涵的裝設的問題 就是說他還有那個管線褲子 問題管線的問題 就是兩個幽靈 就我們講了兩個幽靈的東西 結果他都不是幽靈 其實都是 其實都是知道的東西 陳群之前講得很滿說 他們 查不到資料 對 查不到資料什麼 結果發現不是 都查得到資料 而且都是高雄市政府要 在高雄市政府這邊負責買的 像剛剛那個誰 立法委員蔡黃郎 他講說中央政府應該要負責 這個我聽了就很有感應 我昨天看空益節目 正好看到一段話 他就講說 這個管線一定是那個什麼 銀劍署買的 中央政府一定要付全部的 他在空益節目上面講的 就是說基本上這個調子 因為喊得太堅定了 導致說後來 後來他就必須要 為這個堅定來負責 但是其實我們回過頭來看 假如說他一開始 他不是用這樣子操作的方式 他只要釐清說 他現場其實有怎麼樣的處理 這個處理的過程當中 當然會有一些疏失 或是說前面的管理 當然會有一些疏失 我們高雄市政府 一定會針對這些疏失 來做改善 等到這個告一段落之後 善後告一段落之後 我們一定會處理 但他們不是這樣處理 他們一開始就是下重駐了 就是說我要我就全拿 我希望能夠全身而推 他不希望有任何的傷害 現在有這樣的傷害 我覺得就是不意外 因為一開始的話 他們的操作的方向 可能就是那樣子 得到這樣的結果 我覺得就是剛好而已 但是而且 我覺得所謂的剛好而已 接下來是不是還會繼續的燒 會不會影響到其他 我覺得也是很難說 特別是我們要釐清說 中央到底有什麼權責 跟地方有什麼管理的責任 這些都要釐清